台湾黑幕池 背著背包跟我一起踏平 一個一個向著 什麼一點一點幸福的感動 天啊 超好吃的 是真的嗎 好真的 你自己來吃吃看 嘴巴打開 嚇著我 丟下來了 有沒有戀愛的感覺 不只有戀愛的感覺 是初戀的職位 三番很甜的 所以大姐妳也是來買伴手禮的嗎 今天送回來還是自己吃 自己吃 自己吃 我們自己試牛油肝 飛肝牛油 我是說好今天要拍 台北市的大安區嗎 為什麼帶我來爬這個福州山公園 他們說上面有一個景觀很漂亮 可以看到整個台北市的景觀 走 跟我去看看到底有多漂亮 這一座福州山公園 位於大安區的最南端 搭捷運的話 坐木柵線到靈光站下車 往臥龍街的方向走15分鐘就到了 這邊很舒服耶 沒想到在大安區有這樣的地方 感覺很像在森林裡面 不過這裡還沒變成公園之前 可是一座公路呢 終於快要到了 剩下幾階了 有沒有看到101 我排了這麼久呢 就是為了這個景啦 我們可以看到呢 在這個漂亮的景觀呢 它的右手邊呢 就是信義區 就是101的方向 不過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呢 不是信義區 是它旁邊的大安區 台北市大安區在清朝的時候 是一整片的農田 後來日治時期 進行都市規劃 有了最早仁愛路的雛行 也因為仁愛路 是通往總統府與機場的必經之路 因此被選定為示範道路 經過時間的推移 大安區成了台北最早擁有捷運 也最密集的地方 從這句實情以後 政府也在這裡設立了 許多高等教育機構 大安區 人文繪綴 商業發達 也成了台灣房價最高的區域 不過大安區 也是有比較親民的地方啦 你們看這間麵包店 而且麵包看起來都好精緻好好吃喔 而且人超多的 去看看裡面有什麼好吃的 好漂亮喔 還有一種綠豆糕耶 小姐你好 歡迎光臨 需要幫你介紹嗎 好啊 好啊 請問你是 我是這邊的經理 可是你看起來這麼年輕 然後店裡裝潢又這麼新 你們是新開的店嗎 我們已經有33年的歷史了 33年 這家外表看起來 先朝時尚的麵包店 其實是一間老字號的餅店 只要是師大的學生 對他都不陌生 這個是麻薯嗎 對 手工麻薯 對 你可以試試看看 花生口味 是我賣最好的口味 也是我最喜歡的 你是每個客人來 都可以這樣試吃嗎 如果有需要的話 好 從起家的產品麻薯 到現在正夯的綠豆冰糕 跟著師大商圈 一起成長茁壯 也成為陪伴台北人 度過許多年節的伴手禮 好綿密喔 很好吃耶 所以你一次開心 就拿起來回來就吃 沒有啦 那雖然你們在 想說有飯 不然周圍一個人吃也快 趕在店裡這樣打咧咧 就拿起來吃的這位佩奇經理 她其實就是老闆的女兒啦 不過他們家的東西這麼好吃 廚房裡應該有什麼秘密才對 那廚房好像是在後面 我可以一起去看一下嗎 可以啊 可以啊 這邊就是我們製作麻薯的地方 這一層都是製作麻薯嗎 對 這一層是特別香耶 對啊 是因為有那個烤的關係對不對 對 現烤的味道 好 那這就是剛才我們看到的那些 對 就是你剛剛吃的 他們都在這邊製作 在補免烤 在做的就是 你是把草莓包進麻薯裡面嗎 整顆新鮮的草莓 很特別耶 這一家餅店會漸漸開始有名氣 就是這一顆顆的麻薯 因為堅持純手工製作 不破壞麻薯原有的精度 皮要香Q柔軟 而且稍帶點韌性 一口咬下去不但不黏牙 Q彈的口感擄獲大人小孩的心 嘿嘿 我也來體驗一下 這好吃的滋味 到底是怎麼做出來的吧 看一下要做什麼 現在就是要比賽 比什麼 比速度跟 比包成一整顆嗎 對 比成 沒有 比就是把看誰捏了圓 然後又快又好 香Q彈比較整進去 把它那個外層往內折 對… 師傅超厲害 他剛才這樣走 咦 就一顆起來 要贏師傅太困難了 所以我決定我要贏 老闆的女兒就好了 你會加油的 不要再偷用了 好… 好 預備 預備 師傅要做我們的評審 預備 開始 做馬屬是非常需要手藝的工作 因為不但捏出來的馬屬團 必須要一樣大 包餡的時候 還要像包小籠包一樣 手法要輕巧 馬屬的精度才不會被破壞 吃起來自然Q嫩彈牙 師傅所以你做漁王跟貢王也很厲害對不對 對… 不是同工之妙 一切同工之妙 那個手勢很像 哇 好漂亮喔 殘了喔 這也是啊 可能是有一點基因的遺傳 老闆的女兒還是比較漂亮 你也可以的 你看 我的成品 差好多喔 師傅你有幾年的經驗啦 十幾年 十幾年的工夫才可以這樣 我大概十幾分鐘這樣 應該勉強可以接受嗎 可以… 可是雖然我唸得這麼醜 它會影響到它好吃的程度嗎 不會… 不會對不對 那你覺得這一顆就給我吃怎麼樣 沒有 有沒有戀愛的感覺 只有戀愛的感覺 是初戀的感覺 酸酸甜甜的 既然呢它們的麻糬就是以Q度住民 所以呢 我們來測試一下它到底可以拉多長好不好 你看它們都可以拔河有沒有 預備 開始 好長喔 而且它很平均的變長耶 事實證明呢 它真的是非常Q非常厲害 值得盡得起考驗啦 所以老闆你真的知道很 師傅你自己這樣做那麼久 你還會看的會不會很膩啊 不會不會 我私上吃滿足的 你自己也吃 我自己也吃 我們每個人都吃 私上都會吃 對 每一批產品出去給消費者吃錢 你們都一定會試吃 對 來吧 來 不要光說不念 好吃耶 而且其實你們自己這樣把我們東西 自己吃起來也很安靜對不對 很安靜 很安靜 很好吃 股東客人 童人當中 他問在場很多的一些企業家說 你們把什麼列為第一位 很多人都說客人 但是到任何我也是這幾年才 慢慢再結束他的一些理念 他說童人為先 童人一個快樂的感覺 他就會去幫你創造客人 員工快樂 做出來的餅自然就有幸福的滋味 就像這一顆顆的綠豆冰糕 去殼的綠豆人 加上綿密的紅豆泥 每一個都想對待自己孩子般的 用心呵護 每一塊餅 都是最溫暖的幸福滋味 再一盒好了 欲罷不能 越買越多 因為我們今天來這裡 除了看門市之外 我也去看了他們的工廠 然後在工廠裡面 說實在的 我真的沒有看過這麼Q的麻糬 它那個彈性 還有那個入口即化的感覺 真的是這邊之最 對 而且你看他們門市 從我們剛才進來到現在 結帳的人潮完全沒有斷過 所以在大安區這麼棒的地段裡面 還是可以吃到一些 有人情味的伴手禮 而且每一顆都是師父用心做的 如果來大安區 一定要來買這個 是什麼樣美味的牛肉乾 可以代表台灣當國家級的伴手禮 還有山東奶奶的好手藝 蔥油餅的好滋味 讓國外的遊客也慕名而來 精采內容馬上回來 OK OK